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 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 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chinachange.org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 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向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 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expertise,转移这个知识财产。 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 使中国大学也能寄生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 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管是在那个campus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joint venture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 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刺激。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李亦华,黄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卡姨。 感谢观看